港车北上政策于7月1日临时正式实施 荡日凌晨 首批香港单排机动车从香港出发 经港珠澳大桥穿越林丁阳海域 从珠海口岸顺利入境 随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的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融合发展 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现场看到 荡日零时零九分 一辆车牌号为LL7999的香港单排车 通过了海关边检等部门的一站试验放后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顺利入境珠海 成为了首辆进入内地的香港单排车 香港车主李博鑫表示 自己在获悉港车北上消息后 便第一时间进行了申请 这次特地驾车来珠海旅游 见证在历史时刻期待了很久 非常顺利 用了25分钟时间 拉近了跟家人内地的亲友的推理 香港市民曾若离在珠海经商 此次随手车一同来到珠海 尝到了头蛋汤的他 萌生再买一辆车的想法 据龚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官长高阳介绍 为保障港车北上顺利实施 海关积极参与港车北上政策落地研究 对符合条件入境的香港机动车实行免海关担保政策 此外 在一站式系统卡口 海关实现无人职守 自动验放 对无异常且未布控的车辆 海关卡口验放时长不超过20秒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站式验放系统的这个采集面板 这个面板呢有这么几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扫描这个二维码海关的健康申报 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海关的这个测温 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连检单位的 有一些刷这个回向证啊 还有刷这个指纹的一些比对 包括这里还有一些人脸 这个系统呢是全国第一个 把这个几个连检单位的这个验放的这个功能呢 都整合在一起 由这个采集面板 把这些信息读取到以后 然后呢分别发送的各个连检单位 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并行的验放模式 比以前的效果速度呢就快很多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案 同时也是澳车北上的唯一指定口案 在今年1月1日实施澳车北上政策后 澳门单排车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 半年内通关总量已超40万辆次 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 编防检查处处长房志博表示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案是全国唯一粤港澳三地互通的公路口案 随着获得资质的香港单排车车主增多 港车北上通关量将迎来持续快速增长 为了确保港车澳车北上两个项目顺利落地保障好他们日后的平稳运行 我们计划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根据港车和澳车的出行规律 我们提前加开开满通道提前消风 二是我们将加强对一站式边检子系统的巡查维护 确保我们边检子系统不出问题 同时我们将配合其他部门 对整个一站式系统的稳定性做好工作 确保能稳定运行 三个我们将提高我们的警力的使用效率 我们随时加开边检通道 加开边检岗位 同时配合我们其他兄弟部门 通过引入辅警或者是志愿者的方式 在一站式通道之内增加力量 指导广大车主能够顺利地使用一站式通道 据最新数据统计 截至7月1日零时至18时 已有137台香港单排车 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广东 据介绍 目前香港已有超过1.64万人登记申请 已完成三轮港车北上抽签 约7700人中签可递交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